好,那我們來幫你記錄這個過程 然後他就說他想要拜訪唐鳳、唐正 我說我說,正文好像吃素耶 你覺得他跟台灣味道比較素? 比較素,性量素 性量素,對不對 他就說他其實希望他的台灣味道 不是要有大數據的依據 那這就是您的強項 那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這裡的原因 好,那其他的就招給主廚自己 我可以先問一個 問那個什麼一個奇外話 可以叫我唐鳳、唐鳳、唐鳳 還是我要叫你住處 對,都可以 那你就叫英文好了 就來之前 因為我太太是你的那個Fans 他很support你的那個Vision 然後他是在美國長大的泰國人 所以他三年前跟我搬到台灣來 然後他就說 有一件事情是不是請我告訴你 這樣子 所以因為他這三年發現 有一件事情他一直不太懂 或者說一直struggle的 就是他在 Google任何台灣東西的時候 用英文都Google不到 嗯 譬如說 我們就會譬如說 Cartful 就是 家樂福 就是 然後 呃 什麼 就是 都是 中文 就是你用中文可以Google到這個東西 但是他不會中文 他 就一直Google不到 嗯 嗯 他覺得 他就覺得 很不方便 對對很frustrate這樣子 嗯 他就覺得說 呃 我們已經要進入 一個一個 國際都市 我們必須要能夠克服這一個 是啊 當然 這這這這這這一點 嗯 他就說 那目標就是2030年要解決這個問題 對 那就所謂的Bilingual Nation嘛 雙語環境的這個方案 那呃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任何跟不是以漢語作為主要母語的人相關的 不管是法規命令 或你剛剛講的一些基礎資料啊等等 那我們在發布的時候都要用 呃就是英語跟當地的官用語言來一起發布 嗯 那這個在呃我們的國家語言發展法 就我們現在有20種國語啊 20個國家語言 呃在好比上原住民族語言 其實已經呃 提早已經開始施行了嘛 就是呃某一個地方 如果他某一族的人數過半的話 那那邊甚至公文書啊 當然也包含這個網站啊等等 都要用那一族的族語來發布 那但是因為英語比較 不自在國家語言發展法 它不是我們族群的固有 族群的語言 對那所以就那一波就沒有弄到英語 但是呃在去年開始就是Bilingual Nation 雙語國家這個方案 也把林語加進來了 所以這個我們是會呃在國發會那邊 有一個Bilingual Nation 所以是可以上去看進度 然後也可以提一些具體的想法 這個確實是一個呃很具體的方向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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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網站DigitalMinister.tw 那其實 預設就是延到英語的 你還要特別按一下才會有中文 那大部分 政府的網站以前都是 要特別有人去寫信 才會有英語或甚至如果 一些申請的書表的話 甚至像之前我們寫條登山按的時候 某些好像入山證吧 如果你用英文的話甚至得用傳證 所以是因為網站只有中文 只有那個傳證機 才能夠看得懂英文 那這些我們現在都是系統性的去 盤點那現在都已經有中英雙語了 在登山這件事 所以我們碰到一個解決一個 那希望能夠在接下來大概八九年裡面 把它多解決 好這是題外話 沒問題 台湾衛服 我發揮這個 Startup Island by Incolation獨家贊助 哈哈哈哈 記得按燈這件事 對 因為其實我 我 我回到台灣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願望 就是 我一直以來 33歲離開台灣 然後一直都在國外 然後主要都在法國 我一直發現 就是 我們一直不知道怎麼介紹自己 然後當我到任何一個國家 在那邊生活呀 我就說 所有人問我說 那 Where are you from 我說台灣 我說What's over there 我就不知道 就我沒有辦法解釋 尤其是料理這件事情 我很難解釋 然後大家也很難懂 就是喔 它到底是 中國料理嗎 中華料理嗎 還是它是什麼 那它跟 它跟 中餐有什麼不一樣 或者說它是 中餐有一點 日式的influence 還是什麼 就 這件事情很難解釋 那 一直到 大概 十年前 我才開始知道說 就是在 中國的八大菜席裡面 川菜是有味譜的 就是四川菜譜 那它定義了 它花九年的時間 做了這一本 味譜 是國家做的 然後它裡面定義了 川菜裡面有二十四個味型 就是二十四個組合方式 是這個料理特有的 譬如說麻辣 譬如說怪味 所以當你到任何一個地方 你只要吃到麻辣 你就知道它是川菜 即使粵菜都沒有味譜 所以粵菜是什麼 每個人說的東西都不一樣 但是川菜就非常的清楚 你碰到這個味道 你就知道它是川菜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結構性的 在法國我們也有一本 叫 紅色的叫拉呼斯 就是每一個廚師都要念的那一本 它就是一個組合方式 我記得酒也有 酒有它的風味輪 對 那 所以我一直覺得它是一個很科學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要開始介紹我們自己 或者說台灣料理跟台灣味跟其他的料理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不是掛包國際化啦 也不是什麼華監國際化 或者說把粽子帶到紐約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能夠解決 我們 How to introduce ourselves 這件事情 而是先找到我們的家譜 先找到我們的DNA 那 所以台灣味譜是這件事情 就是找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用同樣的 alphabet 同樣的食材 同樣的食材 但是組合方式不同 決定了你是不是獨特 所以同樣的alphabet可以被拼成英文 可以被拼成西班牙文 拼成義大利文 那料理也是一樣 我們用的alphabet都是一樣的 它變成傳菜 它變成粵菜 它變成台灣料理 所以 我覺得 我們如果要 國際化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 台灣味譜 不是 不是只是把這一個什麼小吃 帶到 其他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最根本的 而是這是最花時間的 那 Long story short 我覺得 台灣味譜我們要做什麼 就 用最 所以 簡單的方式來說 就是把 台灣過去150年的 所有跟台灣料理有關的 東西 的數據 建構起來 整理起來之後 重疊 那 overlap的這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衛星 所以 珍珠奶茶在裡面嗎? 珍珠奶茶 如果它 對 如果它 重複的很多的話 譬如說 呃 三杯 嗯 從以前的三杯雞到三杯中卷到三杯 杏鮑菇 嗯 它 一直不斷的被重複 那三杯這種東西 maybe就是我們的 衛星 對 珍珠 可以被夾在各種東西裡面 這種也會算一種衛星嗎? 對 還是它其實是用佐料 它很像佐料 對嗎? 對 它可能就像是 或是竹筍啊 或是像是 它是一個 材料 但是這個組合方式 比較像是 阿法杯的組合方式 嗯 所以 嗯 我們怎麼樣跟 其他的 料理 菜系 做 分別 譬如說 三杯是我們的東西 但是如果 集區裡面的任何一杯 就是別人的東西 對 對 對 那因為我們一直找不到 我們的 identity 嗯 在哪裡 呃 七年前 七年前 我自己 自費 呃 回來台灣 然後辦一個台灣味輪壇 嗯 那是台灣第一次 呃 講 什麼是台灣味 嗯 然後 呃 我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 講的不只是料理 講的是 台灣的顏色 台灣的形狀 呃 然後 呃 台灣的形態 台灣的行為 就是味 我覺得那個味道 不是 舌頭上的味道 而是 你說散發出來的味道 所以七年前 我覺得台灣需要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回來 然後 那時候沒有人 要 support我 所以我就自己花錢做這件事情 然後找了所有 呃 業界 嗯 最有聲量這些好朋友 一起做這件事情 呃 然後 之後 我開了Raw之後 所有人就知道說 哦 原來 我們可以用 台灣的食材做 任何 任何 任何一個 料理 然後是有我們的 identity 在裡面 那其實那個時候 就談到 我們其實最 我覺得我們最缺乏就是 就是 就是 各種形態的 屬於我們的 identity 呃 那所以 台灣衛普我覺得是 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 很大 就是 我覺得說難不難 說簡單不簡單 就是你 collect所有的 database 然後 你 compress 所有 overlap 出來的就是 為什麼是一百五十年 因為我覺得 呃 台灣七千年至少 有人做料理 對 呃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料理 開始 成型 嗯 是差不多一百五十年 但是那是有什麼事件嗎 呃 呃 我覺得這個事情 一旦被建立 假設 可能我們有 沒有 像 川菜有 嗯 四百年歷史 嗯 然後有 二十四個衛星 嗯 呃 或許我們有九個 十二個 呃 呃 譬如說 薑麻 就是用老薑爆 麻油 然後 米酒 這是我們的 的組合 嗯 薑麻 紅糟 呃 呃 三杯 等等 呃 如果我們有九個 十二個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DNA 嗯 我們才有辦法跟別人介紹說 這是台灣 味 這是台灣 料理 那 從這一個 點 開始之後 我們就知道我們是誰了 我們的組合方式 是什麼 我們的衛星是什麼 呃 呃 它可以變成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IP 嗯 第二件事情是 它必須要在 教育 裡面 我們現在所有的餐飲科 沒有念台灣味 嗯 沒有念 台灣味的歷史 不知道台灣味的組合是什麼 呃 我覺得 這是我 我寫我已經 我已經 第六 第五年 在大學裡面 上課 然後我上的課就是 這些 嗯 然後跟 台灣味一百年 就是這一百年的台灣味是什麼 因為 我們的 餐飲 科系 從來沒有教台灣歷史 台灣味的歷史 也沒有教台灣味的組合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它就會是一個很重要的IP 很重要就是 一定要念我們的歷史嗎 我們一定要念我們對味道的歷史 跟味道的組合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呃 其實在很多的地方 呃 做一些 一些演講啊 他們會問我說 哦 我們叫傳承傳承 那傳承是什麼 呃 傳承並不是傳承一道菜 我覺得 呃 因為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回到那個時候的狀態 嗯 呃 那 台灣味也好 或者說 呃 中華料理也好 為什麼中餐 沒有辦法像法國料理 一樣的怎麼 我們有同樣悠久的歷史 但是 我們沒有辦法一直創新 當你創新 人家覺得 那東西不對 呃 就是北京好像要長那個樣子 糖醋排骨必須要長那個樣子 它一換了它就不對了 但法國料理不會啊 法國料理一直到今天 我還可以 還是可以做新的 沒有人會覺得說 欸你這樣是 是 是 呃 褻瀆的 法國料理的傳統 嗯 沒有人會這樣覺得 但在 在中餐我們會這樣覺得 的原因是 我們並沒有找到哪一個精髓 哪一個DNA是什麼 嗯 呃 所以如果 我們可以把 三杯這件事情解釋得很清楚 呃 江馬這件事情可以解釋得很清楚 and yet 它是在 一個科學的 嗯 基礎上 並不是 我說我覺得 我只任何一個人寫一本書說 喔 台灣維持什麼 因為我做了 某些research 而它是 必須要是很科學的 嗯 它必須要是很科學的 去做這一個 重疊 這不是我說的算 或是任何一個人說的算 我們現在的傳承是 是某一個人說的算 或者是 他是一個老師父 或者說 Yeah 但我覺得它必須要非常的科學 包括 呃 在 幾十年前 那個 而且十幾年前 呃 川菜的菜譜 他們也是請國家之力去做這件事情 而 他們裡面的每一個research 都必須要引進據點的 都必須要有 就是 剛剛你講的書正啊 書正是最主要的 對 而不是任何一個人說的算 所以我覺得 呃 必須要有科學的 的 的 的research 才能夠 真的知道 而不是某一個人說 說 然後做這件事情 那我已經在這件事情做了大概 五年了 呃 當然我只能用我的 spare time 去做這件事情 當每個人問我說 喔 那我什麼時候要把這東西release 我說 這是國家的事情 這個是 是 它會 它必須要是一個 official 而不是我寫 我可以任何一些我對台灣味的想法 或者說 感覺 而它不能代表 一個屬於台灣的 IP 嗯 而它需要的 的東西其實非常非常多 呃 呃 它會需要 呃 歷史的 國家隊 文化的國家隊 呃 完成這一個 作品 對 所以 呃 剛剛那時候清清問我說 呃 你的這一個 呃 台灣味譜的這件事情 呃 你希望 跟誰分享 我說 我希望 跟台灣 跟台灣味譜分享這件事情 嗯 對 因為我覺得它已經不再是一個 它是料理沒有錯 但是它已經不再是一個 很emotional的事情 它 必須要很 它必須要數據 嗯 它必須要是科學的 呃 唯一它的基礎 對 它 它也是我們的 的 歷史 的這個累積 所以不是任何人說的算 的一個 一個 一個作品 當然了解 嗯 對 我確認一下我的了解 所以 呃 簡單來講 三倍的這個比例 假設我們透過書證等等 能夠證明說 150年來 在台灣的各地 講到三倍的時候 它的意思是這樣 那當然可能有些變化 有些 嚴格等等 但是 你可以用 比較量化的方法 了解到說 我們這邊三倍所指稱的 在好比想說 120年以前出現 那120年以前 全世界其他地方 都沒有人用這個方法 來做菜 所以它是有點像是特有種 那樣子的概念 那所以 呃 它當然是經過演化 但是這個演化這個分支嘛 在台灣確立 而且當時全世界還沒有 嗯 所以你主要是要證明這件事情 這個 對 這個組合方式 倒不一定是它的份量 對 因為我覺得 呃 嗯 它的它的份量 可以 可以依照每一個人去 變化 去變化 但是這個組合方式是 獨特的 對 是不會變的 對 嗯 一樣 所以不是定量 就是說 不是定量 這種組合法 這樣子 對 在台灣先發生 而且發生的當時 全世界別的地方沒有 主要是要證明這件事情 對 對 或者說其他的菜系沒有 其他的菜系沒有 對 那如果是呃 在台灣發生 然後很快的就傳到了全世界 嗯 它只要先在台灣發生就好了 對 對不對 那在世界其他的地方的那種各種變種 嗯 那些我們也要收進來嗎 還是就不用了 不用 哦 而且是在我們的這個 飲食文化裡面 被最大量的重複 嗯 嗯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會是我們的 DNA 就是說在我們的 呃 或許在 哦 我隨便說 或許在傳彩裡面 它也有類似三倍的東西 嗯 但是可能是 幾萬分之一 但對我們來說可能 很常見 非常常見 而且這個 這個組合 是一直不斷的被重複的 嗯 嗯 就是我們會一直重複它 呃 的頻率 嗯 所以這個也是會讓我們在這一個菜系裡面 呃 它可以屬於 按著在我們菜系裡面很重要的 一個 對 重點 對 但是因為呃 不是只有炒菜或者是料理會產生味道 但是你講的叫台灣味譜 嗯 所以我剛剛問真奶並不是亂聞 就是說飲料也有它的味道 調酒也有它的味道 對 嗯 那台灣當然也有很多 光是呃 就是把不同的飲料混搭在一起的這種創新嘛 嗯 這也是有的 嗯 那不管有沒有酒精的 那或者是說茶也是台灣非常多人在做不同的創新的地方 那當然也有它的味道 那但是它一定不是作為料理方法 它可能是烘焙的方法 可能是 嗯 微雕的方法 什麼之類有各種各樣不同的 嗯 那個 聽起來就是按照你這種書正為主的處理方法 也可以處理這些domain 只是說你剛剛舉的例好像都是菜這邊的 對 嗯 那為什麼不是台灣菜譜 我的意思只是台灣料理譜什麼之類 嗯 因為 呃 主要還是組合方式 對 因為 呃 茶的製作方式它並不是一個組合 是 它是一個 那個 人家 要做的 理解 要做的 它想要做的 味道 對 所以 呃 它不太像是 我剛剛舉例的那個 alphabet 對 就是我的組合跟別人 對 不一樣 而且是所有人都在吃這件 吃這樣 這樣東西 所有人的理解都是 一樣的 嗯 不過珍珠奶茶也是三種東西 嗯 嗯 呀 而且台灣以外當時也沒有人這樣組合 我不是說一定要放進去 或是說 如果有人問說珍珠奶茶也是一種味道 嗯 你要如何回答 嗯 嗯 是 它屬於我們可能獲取我們的identity裡面的一個部分 嗯 但它就不會屬於是一個菜系 對嘛 所以其實是菜脯嗎 對 OK 對對對 可以這樣講 我覺得它 是 比較屬於菜 菜系 對 那所以它並不會有 一百種可能 對啊 它可能 嗯 只會說可能九種 十二種 對 衛星 是一直不斷在重複的 呃 因為我覺得 當我們有了 呃 這一個 這一個 衛鼓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 呃 傳承 跟創新 嗯 就是 我常常分享就是 呃 傳承跟創新 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呃 傳承的 並不是傳承 唐醋排骨 不是說 啊這個什麼 幾代傳下來的 唐醋排骨 就一定要這樣做 你其他的方法 就不對 而是 呃 唐醋是橫軸 排骨是重軸 嗯 排骨是在某一個 時代背景 嗯 出現的 那我們剛剛講說 呃 三杯雞 嗯 我們就知道 他是哪一個時代背景 對 我們說三杯中捲 就知道是離我們再更近一點 嗯 三杯杏鮑菇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對啦 三杯珍珠 那當然 非常最近 對 那可能我們下一個世代又不一樣 那所以 三杯這件事情 是我們需要傳承的 了解 對 對 那創新是 嗯 是雞 是中捲式 三杯未來肉 之類的 對 所以他就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喔我們現在是屬於在哪一個地方 而沒有人會去 而GANS說 你不能在上面也放珍珠 嗯 嗯 對啊 因為這個珍珠只是三杯這種料理方式的一個新的一個元素 對 對 他代表是這個時代背景 所以我覺得 呃 那我們就會很趨近 趨近 呃 傳菜或者是說法國料理 嗯 到現在他一直不斷的傳承 也不斷的創新 嗯 就不一直不斷有新的東西出來 沒有人會說 那樣不對 這個是不好 嗯 他應該長原本那個樣子 嗯 其實這個某種程度 也是一直 抑制了很多 呃 在座 台灣味也好 或者是說 中華料理也好 嗯 的這些心血 呃 他沒有辦法創新 因為會被指正鼻子說 這個 嗯 這是不好的 這是不對的 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件 嗯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大的工程 但我覺得是最 fundamental 必須要做的 嗯 我們現在在 其實一直在推動很多不一樣的 有關台灣味的 呃 呃 各種不同的 的 活動啊 或者是 呃 但我覺得 呃 我們需要花更多一點的時間 去完成一件事情 而不是 呃 可能 很短的時間 就希望看到 嗯 呃 我更希望這個東西是 cultural impact 嗯 它是 能夠影響到 我 參與文化的一件事情 呃 呃 而不是 一些小火花 然後大家覺得說 好像 嗯 嗯 嗯 我其實就前天在那個文博會 呃 他們問我說 呃 呃 七年前 我 我開始了台灣味論談 談的是台灣的 identity crisis 嗯 那我覺得七年後的 今天 我們在 尋找什麼 嗯 我說我們還是在尋找台灣的 identity crisis 嗯 就是就是 它並沒有改變 呃 呃 呃 當然我們進步了 嗯 但我覺得 這是最 fundamental 的事情 當我們有了這個結構 我們才可以有更多的 可能性發生 從 新的一代 他們會知道說 我應該從哪裡開始著手 我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 保留的 傳承的 我有哪一部分是我可以 我可以發揮 我可以 天馬星空 喔 因為我我做的 的 的這個組合方式 這個味道 代表的是我的 現在這個時代 正在發生的事 而不是 以前 沒有人會告訴我說 我一定要 follow以前的那個東西 才是 對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呃 對 所以我 就把這件事情 當是說 回來台灣 呃 三年前回來台灣 我 一直很希望有機會 可以 嗯 可以 可以發生 對 那 呃 我 文化部長 我很希望能夠 呃 可以 盡我的 的力量 然後促使這件事情 可以完成 所以後來 文化部當然我 馬上想要就是文史工作啊 歷史啊 因為你剛剛講了很多書 正的手機嘛 這些都是基礎工作 對 那你剛剛說你這五年來自己已經做了一些 對 對 所以那些的成果現在是已經公開出來已經可以看到了嗎 沒有 還沒有 沒有 對 對 我自己有從今年開始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都是 呃 我有空就是就弄一下弄一下這樣子 然後 接好朋友 嗯 有空弄一下 因為自己的工作也很好 所以你是有一個工作區 然後 然後 今年開始 這樣子 對 今年開始我們有一個台灣會補研究所 呃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如果沒有很 沒有就是 給他一個那個的 的 的的時候 嗯 你就會覺得說 OK 我有空再來弄 對 然後不急不急就合起來 對 所以我覺得今年開始有一個台灣會補研究所 然後我希望把所有的東西都往那邊 丟 然後讓他能夠 開始 就是 有 有 比較 比較主動一點的 嗯 節奏這樣子 所以現在大概多少人在 那個 工作區裡面 呃 我們 就是 permanent的 permanent的只有一個 嗯 那其他的都是 像我剛剛講的 文石 對 然後 餐飲界的 文化界的 藝術界的 嗯 都是幾個 非常好的 朋友 然後我們 嗯 給我們的意見 或是說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往裡面丟 就隨時往裡面丟 對 不是說有定期聚會還是 就一年一次論壇這樣 呃 沒有我們還是會 對我們還是會定期聚會 對 但是就是都是以很很很很義務性的 嗯 在做這件事情 嗯 但是 但是在 the end of the day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應該是 嗯 不應該是 我們 大家自發心在做這件事情 嗯 因為 這也是 只是我們自己對這件事情的想法而已 呃 能不能夠更有 更有計畫 或者是說 呃 甚至 還沒有到這個這個數據收集的這一個部分 嗯 我覺得他必須要一個很大的 machine 來 不過如果你只是做其中一個 哦 比方說三倍 那理論上不需要花非常久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三倍相關的數針大概爬數一遍 因為他的名字並沒有改過非常多次 對 但是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才是啊 嗯 所以等於說我們還是要把所有的資料全部收集之後重疊 我們才會知道三倍到底是不是 或者是第一名的可能不是三倍 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以三倍的這個舉例 其實它是一個reference 就是說即使他不是第一名 他感覺上也是十名之內 感覺上 對 對 那在我們量化上說他是第一名或第十名之前 我們不是說應該先去建立說 呃 你剛剛講的幾個 criteria 就是說 他真的是在台灣先發生的 他在台灣的長明文化裡面 他日常會去使用 大家在這150年來或至少有書這樣記載的過程裡面 他會使用的方法有一些 consistency 然後背三背的那些東西 大概隨著時代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聽起來就這幾個面向 對 那這些我要問的是說 你這個工作區裡面是已經有這樣子的一些記載了嗎 還是說連這個都還需要從頭來做 如果我們正式要開始當然是要從頭來做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從不同的面向能夠把我們自己能夠收集的資料往裡面放 我覺得會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會決定他往哪一個方向是等到這個數據真的收集然後分析之後 我們才會更知道說 OK OK 三背是 那好 三背的這些 不管是文史啊記載啊 我們怎麼樣來support這個 最後造出來的這個 Top5或Top10 然後才能從那邊再挖跟 對嗎 所以聽起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先有一個cut off 不管是Top5或是Top10 對 然後 為什麼我們一直舉三背 就是因為我們有 大概有一點自信他會在Top10 OK 對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另外幾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 假設有三背 我們怎麼繞著三背來去做你剛剛講到的 包含翻譯成國際上面可以理解的語言 包含給他一些源流嘛 就是讓年輕的廚師開始做三背珍珠的時候 他可以引進句點說三背珍珠應該怎麼開始做之類 就他的創意不會被好像特定的材質所限制住等等 對 那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後面的這一段 放大的這一段啦 感覺上比較像媒體工作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包含拍現在這個 我不知道算紀錄片還是什麼的 他的目的就是也是去amplify這個特定的 假設我們有Top10 就會有十支這樣子不同的影片 或者是十個不同的廣宣的計畫嗎 就是說後面放大這一段 你現在的ideal situation是什麼 其實我ideal situation是他能夠在我們的 蔡年的國民教育裡面 在一個廚師的 台灣的廚師的基本養成裡面 他必須要有台灣的台灣餵一百年 在裡面 然後他必須要懂台灣餵補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我的identity 那跟欣欣這個是 因為他問我說 過程中 稍微記錄一下 了解 對 他問我說 如果有下一步的話 我們就在討論 要怎麼來寫入場面 因為剛剛聽起來其實是三個不太一樣的對象 一個完全是行內的 尤其是剛正在接受訓練的廚師 那第二個是一般的國際上面 剛剛講identity crisis 大概都在講這個 就是對外進行溝通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說 這是台灣的餵補 因為他知道在講 那這個需要的 尤其是語言上 其實跟國內的訓練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比較是我剛剛講到的放大的廣誓 等等這一塊 那另外一方面又是有一個學術的 因為你剛剛一直提到說 需要有一個有論據的 有書證的 有甚至量化的 等等的資料庫 那這個是academic rigor 他不是為了做教材 也不是為了廣宣 他是為了研究 對 所以聽起來其實是有三個不同的audience要照顧 那我聽起來你的概念是說 你的最重要服務的目的是訓練的這一部分 這個是你的final audience 因為基本教育裡面 他就會變成一個vocabulary 有點像我們現在學分類 學劍門鋼目科書中那種 就是最後是在每個人學習料理的過程裡 他如果要學所謂台菜 那他不可能跳過這個東西 聽起來這是end point 那剛剛講的這兩個好像是說 來justify我們做這件事情 他順便可以產生廣宣的外交的等等的效益 所以值得國家花錢等等 這是一部分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學術的嚴謹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我們只是任意的 再挑十個東西 那好像也沒有什麼不行 因為你知道觀光局就是幾樑山脈 也可以小鎮漫遊 其實你說他多科學 不一定很科學 他就是當下有觀光課的需求 那我就挑十個 其實這也很好算 因為你不需要輸正 你只需要稍微看一下國際上面 想到台灣先想到哪十個東西 或先想到哪十個城市 或先想到哪十座山 那就去做就好啦 對 所以但聽起來是說 因為你的end point 是要在教育訓練 而且要用很久 所以必須要有這個研究的部分來支撐 沒有的話 他就變成一次的廣宣 所以重要性感覺上是說 這個是目的 這個是為了目的服務 這個是就是順便可以產生一些效果 但是不是那麼重要 對 OK 了解 這樣蠻清楚的 有沒有要補充啊 這個東西跟搭數據的話 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運用啊 就是如果說 我們就Google嘛 三倍 然後就看最早跑出來 有沒有什麼 在數據手機上的運用 我剛剛講的就是都是當下的 當下的當然很容易 你可以看最近 好比像說 從由全球諮詢網開始到現在 這個是Google 你剛剛說Google嘛 這是Google最容易處理的 對 可是那也只不過是1995 1996年左右到現在 所以如果是以這個作為短代的話 那真的可以啊 你就用搜尋引擎的資料 就可以去看說 當我們在台灣講到三倍的時候 我們知道大概是什麼 甚至你還可以分到不同的城市 什麼之類的 那這都非常容易 對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150年 所以後面的這一段部分 那就完全看說有沒有人把它數位化 對 然後讓Google看到 對 像我們之前做阿美語的辭典的時候 一開始甚至是要先掃描那個 有紙本的方明英教師的那個書 然後讓大家打字 然後重新辨識回可以檢索的語言 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原來阿美語在當年方明英老師來的時候 他是有這些概念 甚至他有畫一些圖啊什麼之類 但如果他一直是放在圖書館也一本書的話 那你怎麼Google都不可能找得到的 對 對 所以是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收集 要數位化 對 所以我剛才就是一直想問說 這個150年多重要 因為如果你只覺得就是15年或30年就可以的話 那這個立刻就可以做 而且事實上沒有什麼困難 對 他也不太需要研究來支持 對 那但是聽起來是因為要為這個的那個原流 找到一套說法 對 就是說 不是誰說了算 而是你看百年前 大家就已經在這樣子處理 對 那所以這一段確實是 確實是比較需要畫功夫 對 是這樣沒有錯 嗯 那除了這樣的話請問政委 就是政府部門裡面有哪些相關單位在做 類似的事情 其實是 又能有合作的工程 之前 為什麼剛剛一直提珍珠奶茶 就是因為我們有跟茶改廠有合作過 那他們有用類似的方法來做台灣茶風味輪 那台灣茶風味輪 本來是好幾種不同的茶 每一個輪 那就是 對 欸 道具 對 那它是有點類似 剛剛講到的 酒的或者咖啡的 咖啡的 因為現在國際上有一些已經是開放出來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嗯 對 那他們就是用類似的這個概念 那他的台灣特色 就是說 他這種定法 確實也只有在台灣長得出來的這些茶狀 嗯 才適用 所以他可以有別於其他的茶系吧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 呃 我們當然之前幫助茶改廠大概兩點 一個是說 怎麼樣把這個合併成一個 比較 互動性高的 比較 說不定是數位的 比較是 剛剛講到的廣宣 一般大眾可 可契集的 對 而不是只有研究者可以看得懂的 對 的部分 這是我們之前幫忙的一個部分 那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欸 那未來如果當他茶在 評鑒啊 或者他在賞啊 品茶等等的時候 就像你剛剛說 他們有一個共用的一個vocabulary 對 那這個 就很需要外界的支援 不是茶改廠自己坐在這邊就好了 所有的 呃 這種教育單位 評鑒單位 甚至一些國際的啊等等 他都需要投一定的資源下來 把它轉譯成他們accessible的那個版本 對 那這一部分當然 本來茶改廠是說 版權所有翻譯必究 所以沒有人可以幫他們 他們都可以全部自己做 那我們經過跟他們討論 他們現在是可以有一個著作權申請書 那任何人只要有一個合理的 就是使用的目的 那你就不一定要這個 這個 茶改廠改下一個版本 你也可以自己去remix 然後做你自己要的版本這樣 嗯 對所以這個是比較像的 嗯 所以如果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前這一次的 呃 協作會議的整個完整的紀錄 其實網路上面都有 這個之後可以提供 所以也許是類似的一個process 對 嗯 但是我猜他們也沒有做到一百五十年 嗯 嗯 這本就稍微分享一下 嗯 他那個他有什麼違憲的卡數嗎 這個位置 還是也是有少量 他在做的其實是 呃 就是as practice 就是以目前正在制茶的 以目前正在喝茶的人 嗯 而不是說一百年前怎麼怎麼樣 所以是concurrent 是concurrent 就是目前大家在提到台灣茶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方式來形容它的香味啊 它的味道啊等等 是大家都覺得說 欸這個是可形容的 這樣形容是對的 這樣子 那他並沒有特別去算說 一百五十年前我們是用另外別的幾個文言的詞彙來講這個 對 所以大概就是concurrent 所以 我 我跟他們就是做這個協作案 有一個提會啦 就是 如果是以當下的 來反推 就是你就先知道說大家現在關注的是這些 那但是 其實你用當下 就像剛剛講到 你要算出top5 top10並不困難 對 那top5 top10出來之後 那也許再往前一點點 再去問說 那上個generation 上上個generation 有什麼關於這些的記載 這個時候就比較不是說 你大海撈真 把一千種candidate 在一百五十年前都要搜集到 那個成本非常高 對 而是說我們當下大家比較關注的可能十個 但是這十個我們會去溯源 對 那溯源如果溯源得到 那很棒 就表示你有你要的研究的那個rigger 如果溯源不到 那一定有它的原因嗎 那一定有它的原因 那說不定它其實是 本來兩種完全不同東西的一個變形 或怎麼樣 那這樣子其實additional story to tell 就是又可以講出更多更豐富的故事來 對 那當然這裡會碰到一些研究方法論上的問題 就是說像我剛剛講 如果是口傳的歷史 如果是原住民族 那它可能一百五十年前 並沒有書證可言 或者是有書證 但是是在外國的某個傳教士的某一本書 裡面你要先書位的話才會看得到 對 那這個時候就可能沒有辦法用 你剛剛講定量的方法 來說它很重要 可是說不定在就是 斯卡羅王國的時期 大家都這樣吃 你怎麼知道 對 因為一百五十年前有 有就是寒刮到那個狀態嘛 對 但所以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反推的部分 我覺得執行上是比較容易 嗯 嗯 嗯 要不要考慮不要這麼做 嗯 先做大一下 嗯 嗯 不會耶 我覺得其實並沒有很難耶 嗯 我覺得其實它 它其實結構是很簡單的 對 所以一百五十年前你要處理的主要是 可能日文的文獻 或者文言文 對 對 所以你覺得那個都是OK的 是在可以處理的範圍 我覺得你目前 我覺得一百五十年是 嗯 其實嚴格說起來 大概是一百年了 OK 那就沒有什麼 太多日文的文獻 但是還是有一些 對 對 我覺得嚴格說起來大概是一百年了 只是說一百五十年 也是 是說看那個 那一百五十年大概一百年的 有沒有漏掉什麼 嗯 OK 對 但我覺得這個過去一百年是 是 台灣味道開始成型了 的 就是你開始 可能這個 這個味道原本是 其他的菜型 的 的菜 但是因為在這邊用不同的食材 它 結果出來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原本 原本可能要做一個 左中堂級 結果它變成了 紅糟 了解 就是 因為它用的食材不一樣 等等 了解 所以 呃 我是覺得 在這一百年可以 就可以 做很精準的 的 的 的衛星 那你有哪些 reference 的 像我們如果要做 字典字圓等等的話 就會看每一個 主要的當時的大字典 對 那有類似這樣子的 低微的 在每個時代 你已經辨認出來的 料理或者是相關的書籍嗎 呃 有 但我沒有 沒有 太多耶 就是當然還是 還是以料理 方面的 對 的 identify 一些 但是 我覺得它有的時候 並不 under在 料理底下 它可能就是在一個人的日記裡面提到 對 會說文石啊 那個我就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們就沒有太多的 access ok 所以那個文化部長有 建議你要哪個書籍嗎 他們 他們旗下有很多 這種 記憶庫啊 資料庫 沒有耶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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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開始 所以我們還是 就是 用自己的 的 的 時間 在做這件事情 對 我是覺得 Eventually 還是要有 還是要有 政府的 資源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它不是一個 三年 五年 就是 我甚至到 到 成都 去找 那個時候 做 四川會譜的 這一個 團隊 團隊的 一個老先生 他現在已經八十七歲了 他花九年的時間 做 這個 菜譜 然後 對 但是他們就是 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只能用 土八煉港的方式 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記錄下來 對 所有能夠收集到的東西 全部 記錄下來 然後再去用 人工的方式 去整理 嗯 對 所以它也給我 很多這個 結構上面的 方向 對 但是在 the end of the day 我們只是一個 想做這件事情的人 而覺得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嗯 嗯 我想問的是說 如果最後 要落地的時候 是到 就是 出師 或飲食的 教育裡面 那這些教育的 institution 因為你也有在教學 是 這些機構 對這個的感覺 是什麼 因為理論上 就會提升他們的 工信力 如果他們來使用的 嗯 所以那 難道不能說 從這些機構的 研究單位裡面 他不想在大學裡面 先 先起一個計畫 因為通常這種 比較 詳細性的計畫 很多就是一個 大學教授 或幾個大學教授 寫一個申請計畫 給科技部 然後就 就有一筆錢就可以做這個 嗯 對那這個有 討論過嗎 呃 這個我 我有想過 對 但就是 呃 它會分成很多 不一樣的部門 因為從文史 從藝術 從 從 從 餐飲跟 食譜的 收集 當然啦 就是一個跨領域的 對 所以就會有 還是 還是會需要一個 單位來整合 所有每一個 譬如說這個大學 負責哪一個 面向 嗯 我講的不是到最後 最後當然你要把它變成 類似國家標準 對 那個甚至 封衛龍好像也沒有 全部變成國家標準 就是 還需要跟這個相關的單位協調啦 嗯 嗯 那個確實啊 因為國家標準是可能經濟部標準局在管的 對 那也不是說 哦 那我會查開場自己說的算 對 那但是 呃 這不阻止 查開場先跟一些研究者 先跟一些老師做 我們叫做先導計畫 或者是做一個比較嘗試性 探索性 的這個計畫 那它有新計畫的好處就是說 它不是承載著要做國家標準的那個使命 它只是去試這套研究方法 嗯 看看這個研究方法 拿不拿得到有意義的 直信的資料回來 嗯 對 所以就是說 它就不需要肩負那個做Top10 是 的那個任務 它只要說 就是看起來好像Top10 很久裡面 大概至少有這些吧 對 那然後它再挑其中一兩個去試 那個作源的方法 嗯 那其實這個就夠了 就是一個pilot 那這樣子的話 它需要就比較少程度 是最後的後端要定標準的那種 嗯 專家的委員會啊等等 它需要的可能只是 呃 一個 比較懂文史工作的 那 然後跟一個料理界的 來幫忙它做 資料的定性 嗯 可能就連兩個Fortime 研究員就已經可以開始做 嗯 就是exploratory study 對 就可行性評估這樣 嗯 或許這也是一個方向 嗯 我覺得這個 maybe會是一個很好的 的 的 的start up 對啊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 一個 蠻初步的一個 嗯 結構了 對啊 然後如果是 你說現在只有一個Fortime 在做這個 對 那另外一個可以考慮的就是 呃 群眾募資嘛 嗯 因為群眾募資 你就可以證明說 大家就是你知道 現在到了繳稅的季節 然後 呃我們這個 基本扣除了生活費什麼都 大家可以燒繳一些水 所以就是少的那部分錢 如果願意拿出來 贊助一個 這個可用的計劃的話 那就跟就是 國家贊助也是一樣的意思 好啦其實不一樣 但我的意思是說 群眾募資他可以證明說 呃有很多人不想看到你失敗 那這個對於呃 你最後要達到國家標準 是非常有幫助的 嗯 呃 就是說你可以證明說 在民間已經有多少多少人 不想要看到這個東西失敗 嗯 那呃 其實像那個 威德森導演拍電影 也是類似的這個 感覺嘛 就是說已經有非常多人 想要看到他的這個 這個敘事的角度 嗯 那這個時候他這個敘事的角度 就有我們叫做社會正當性 嗯 對那 那因為你現在就是叫台灣衛普 我們剛剛一直反覆的討論 其實跟你實際 現在實際能做的這件事情 來講台灣衛普四個字太大 嗯 而這件事情其實還還太初期 嗯 對所以或許是說台灣衛普 是一個Umbrella 但是說不定就是 不知道欸 講好三杯的故事 哈哈 就是說說不定只是 裡面一個很specific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梗就已經非常棒了 已經可以支持一個群眾募資 那群眾募資不管是一次性的 或定期定額 現在也蠻容易就募到 定期定額可能五萬六萬 那就已經是一個for time了 每個月 嗯 像之前我們在總統和黑客森 有看到過一個團隊 叫透明足跡 那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手機上的一個APP 去掃便利商店 可能一盒餅乾的條碼 那一般掃條碼都會跳出它的價錢嘛 那它的APP是掃了就跳出它的價值 那價值包含環境的 它是不是污染了農地工廠 才讓這盒餅乾這麼便宜 那當然也不一定都是負面的 什麼外來可以有正面的等等 那但是光是這個簡單的想法 當時還沒有什麼 這個很好用的APP 那他們現在定期定額 應該已經超過五萬 所以它至少就是有for time的人 可以一直在push這個vision 這樣子 這也許也是一個 就累積社會正當性的方法 嗯 但personally 我不想要尋重母子 OK 因為我覺得它不是 它不是一件我的事 OK 它是一個很 所以你不想你的名字 一直一直黏在條尾普斯的字上 我可以 我可以 我絕對可以 但問題是 如果我要做這件事情 要under在我的名字裡面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做了 現在就可以做了 現在就 就有 大老闆要 說 Andre 你去做這件事情 請我們support人來尊重 你甚至不需要到 其中母子 但我始終覺得 它是一個official 它是一個 就是我理解 我理解 不是我說了算的東西 而它必須要從 呃 國家角度 文化學角度 來 最後 可能我們做所有的 dirty work 但最後它 必須要是official 當然當然 對 所以不應該是 不應該是所有人買單 我剛剛講 其實主要不是錢 而是有點像投票的意思 我 簡單來講說 如果一個大老闆給你 他不想說一百萬 當作一個keygo fund 它對政策指定者的意義 遠低於一百萬個人 每個人給你一塊錢 對 如果一百萬個人每個人給你一塊錢 那至少一個市場的角度來看 這就是一百萬票 那一百萬票真的蠻多的 對 或者以一個立委的角度來看 就是一百萬票 一百萬票真的蠻多的 那這個時候 你要push任何券的 都變得很容易 那但是一個大老闆 現在端出一百萬元 以一個市長或立委的角度來看 並不是大錢 對 就是一票而已 對 或者加上他員工啊 可能一百票吧 但是 就是說他的那個社會正當性是不同 但我沒有說 一定要群眾募資 募資 就是要他給出錢 只是一種方法 那好比像說 你要群眾外包 好比像說 你要請一百萬人 把每個人家裡 這個過去一百年 曾經做過三倍的食譜 寫下來給你 拍照給你 不能直接斷給你 太多了 對 但是就是無論如何 就是這叫複製 群眾外包 對 那這樣的話 至少你就有一些直化資料 他定量的那個嚴謹程度在說 對 但是至少他可以鼓勵大家去正視 三倍這件事情 對 那甚至有些人 他本來不會跟他長輩討論這件事情 他會變成跟長輩討論的一個話題 那當我們 好比像說這些 我們都願意拋棄一定程度的著作權 都放到國家文化記憶庫 假設國家記憶庫 那這個時候他就開始有一個群眾或社會正當性 那這個時候未來的那個研究學者 他在這裡面就大家提供的書證 提供的資料 或者說 這是他的什麼曾祖母 什麼手抄的 什麼食譜之類 那他在這個角度裡面去做學術研究 他的書證就比較廣 對 就比較不會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幾本大字典 的那個題目 所以也許如果群眾募資 你覺得比較好像被投資 總是要有一天要deliver的那種感覺 或許群眾外報也是另外一個想法 我覺得這個是 Eventually一定會做的 對 因為有太多的紀錄是沒有在 沒有被數位化的 對 而且這是一個 凝聚大家很重要的意見 對 一個一個一個 那我意思說你先做 那他犧牲的是就是一時的學術正當性 因為你現在做沒有什麼學術正當性可言 對 但是裡面就會出現一些 不想要看到你失敗的一些研究者 他就比較容易來圈品 後面這個東西變成國家標準 嗯 但如果你現在說 我一定要累積一個學術正當性 我才開始做 那很可能說 欸這些學者啊 或者是願意贊助你的這些大老大 他沒有辦法累積到足夠的社會支持 所以就會變成是 他就是一個做得很好的研究計畫 然後就放那邊 這個也是很常見 嗯 所以這位從比較務實的角度來 對 看你怎麼樣把這個計畫做成 就是早 越早群眾外保越好 嗯 甚至我們就 就講說 百年來 你們家做三杯的食譜 徵集什麼之類的 那那這種 嗯 當然就是 著作權好什麼東西 要先先談好 而且這個時候 你就只是第一個發起者 因為當這些材料有的時候 說不定不是你 而是別的研究者 開始承擔這個計畫 那你只是第一個出來說 這件事情 值得大家 花時間 問長輩 食譜的人 這樣 感覺上就跟你想要的那個定位 就是最後就是國家標準 或教育標準 那你只是一開始的倡議者 而不是最後要這個 變成你自己的一家 新創企業 的那種感覺 對吧 嗯 嗯 因為我 我其實 因為之前 在三年前 我一直都在 在國外 所以我 一直到 回來台灣之後 我才 開始希望 不要急急的 做這件事情 嗯 但我只是覺得說 我 我一直是在一個 就是自己很主動在 在 希望這件事情 可以 可以 可以有 有 進展 嗯 但我們也只能在 就是我們 這一些 各個不同領域的 的 老師們 也只能是在 我們的 課餘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他 但如果說 剛剛講的 全身外包 嗯 累積社會承擔性 對 那我就必須要 嗯 開始 更多的 時間 的 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嗯 那某種程度 我感覺好像是 我們現在在 種樹 在種田 然後等到他有一天 長大了 然後開始結果了 嗯 我們再來問說 誰要買 嗯 這個水果 但是是不是從你 剛剛在種的時候 就必須要 起座 嗯 嗯 就是確保說 他最後真的可以落實了 或落地 水果應該叫 落實那種 對 對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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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說你要預先說他一定可以落實進入 嗯 好像說我們的課綱全課裡面 之類的 因為我之前也在課發會 嗯 那其實課發會 嗯 很少 超前說 啊 永續發展目標即將通過 我們還把它寫進去 那當然不是這樣 嗯 當然是說 嗯 嗯 我們開放每一所學校自己 呃 編他自己的教材教法 我們發現有足夠多的老師 共同配課的時候 都在做人去發展目標 我們開始來討論怎麼他融入 然後等等等等 那最後一次下一次課綱修訂的時候 也許會放進去 這樣 所以就是說嗯 我們這個standard making 在至少我有參與的部分啊 嗯 嗯 絕大部分都是至少在某個領域先取得那個領域的社會正當性 由那個群科的召集人呃 呃 肯認那個正當性 然後才寫進去 嗯 很少有七作型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要先預先說我們十年之後那個版本一定要有這個 對 因為問題就是說十年之後世界怎麼沒有人知道 對 所以很少有人會給出這樣的guarantee 但這也並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這就讓每一所學校有他自己的呃 自由去說同樣是永續這個概念 嗯 但是我在靠海的我也許用氣候變前海平面什麼的方法 呃沉默倒數等等的方法來做 因為台灣也不是只有本島啊 也是有蘭嶼啊 也是有很多里島啊 那每一所學校有他自己的講法 嗯 那像台灣Web這四個字 說不定在澎湖 或者馬祖福 他聽到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意思 嗯 對那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說在澎湖的人 都一定要confirm台灣Web 這個意思到底是什麼呢 對那那所以他在地的這個不管是料理的學習者 或者是倡議者 如果你一開始給他一定程度的自由 而不是說我起座一個十年之後台灣本大為中心的微波 那他現在才比較願意加入 因為他現在加入他有可能影響最後的結果 但如果你說哦 等我們都聯繫到正當性了 那澎湖就覺得這是台灣人的事情跟澎湖有什麼關係 是的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是一個 就是一個transcultural 一個跨文化的一個政治體 所以大概都是一開始的參與越廣 但是不一定深入 那最後正當性就越高 那我們透過記作的方式 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可是那最後也有可能就變成就是學院裡面的某幾個人 覺得很棒 但是一般人就沒有在使用 對那這個我們看之前的各語言的各個拼音方案 有非常多的這個紀錄 對那那之前也有過其作過的一些拼音方案 那我們後來都知道說其實還是最後是以社會正當性來看 所以等於就是說多幾波就是群眾外交或什麼 就喚起社會注意跟那個 然後或喚起最多社會正當性之後 最後變成立法變成國家標準的可能性就越高 聽起來正為自己的從政經驗是這樣子 就不一定到立法 因為剛剛聽起來它是落實到群科的課綱就可以的事情 課綱是誰決定 課綱是國教院 國教院每一個群科它會有群科的召集人 對 所以算學術節 是學術節 但是課發會組成非常複雜 包含課程會 它也有學生的代表 也有家長的代表 也有教師的代表 非常多人 所以就是說至少要到這些人都聽過這件事 你才有可能在那邊被投票支持 對 如果是一個群科召集人突然冒出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 課發會裡面所有的各界別代表都沒有聽過 那一定不可能被放在課綱裡面 對 所以要倡議跟洗腦 讓這些人都可能都至少聽過一次 確實啊 我們那時候風味輪的討論很多都是聚焦在說 怎麼樣讓平常根本不關心茶的人可以聽到 而不是說已經一輩子跟茶號在一起的人聽到 那這個需要的論述方法也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剛剛唐鳳講 不管是群眾目視 它的那個過程其實就是identity building的一個過程 它不是一個斷點 因為我們常常都處理政治工作 我們很清楚 政治上如果國家有一個標準 國家有一個identity 很好 但是特別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很多人的identity 它不見得是那麼official 對它來講 它不一定要跟國家化場的 就是說有很好 但是沒有 並不補損於它的identity的認同 譬如說 我們出國 你大概很少人會講我們正式的項目 所以我是來自 Republic citizens 當然很少會這樣講 大家會講台灣 因為台灣是我們正式的國民 又或者是台灣是一個被聯合國認可 所以我覺得唐鳳剛剛也想要講的重點 就是除了它可以讓這整個群眾外包 可以讓這整個工作輕鬆一點以外 我覺得它那個號召群眾的過程 其實就已經在幫最後identity building 那邊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 如果真的很多人想贏的話 因為我比較在意的是 東邊各園住民族包含蘭嶼 西邊包含澎湖 那甚至金馬 那因為這兩個 按照剛剛講的那個輸政的方法 大概一下子就被丟掉了 絕對不可能要top 10 對 但是如果先期沒有參與的話 你最後說這個要是國家標準 那它會經過比較長時間的折衷 嗯 嗯 嗯 Yeah 但我覺得它是yes and no 因為 因為它就是 就是我們的味道的累積啊 嗯 不代表我們 就 它只是一個一個一個重複性而已啊 就是 嗯 就是這幾個味道是我們最獨特的 它最常在我們的 是 你說話裡面發生 理解啊 理解 所以我其實它就會 嗯 就沒有沒有什麼 我覺得它就會沒有什麼argument的點 因為 它跟原住民跟客家跟 嗯 每一個都覺得 我現在的這個 這個成長背景的這個味道 是應該在 被納入在胃埔裡面 但沒有 對 嗯 但我們說的是一個 所以為什麼它一定要科學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 它是唯一可以 不是我說的算 不是任何人說的 對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 這裡就是說 有寫過一篇日記 有寫過一篇什麼記型 有寫過什麼胡字背 反正 有留下書證的 就算一票嘛 你的概念是這樣子 對 對就是說 有寫過一篇文章算一票 對 是這樣的概念嘛 對 那但是這裡面有幾個問題嗎 一個是語言的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講到說 日文也一定要算進去 如果你算一百年的話 那有處理日文 那處理日文的時候 誰有能力進入當時日本人寫的那個記載裡面去 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有人說 其實當時很普遍的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因為它是被日本人定性成什麼什麼的關係 所以是絕對不會被寫進去的 所以你現在還吃得到等等 所以說這種東西就會出來 我剛剛的point 並不是說不要用脊梁方法 我point是說你這些衝突越早出來 對你的社會正當性越有利 你最後出來 那人家除了分盤之外有什麼別的選項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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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因為地方都要繼續的話 他是要成立那個基金會嗎 那個組織leg型 typing 那爲什麽要做 我就提兩個嘛 一個是說提一個研究計劃 顯導研究計劃 可能就是 某個大學裡面 照兩個部門作cak相關領域的教授 然後作一個跨部門的可能兩年就好了 的計劃 就是 zrobićability study 就算中包ance書 需要一些statch那些 IBM 都可以 這個是最容易的 那就看科技部怎麽想 這件事情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确实说的就是用一个协会啊 怎么方式然后让文化部知道说这件事情值得做 那去看文化部有哪些关于这种比较像是文史工作 但是其实也有地方创新精神在里面的这种东西 然后去签一个大概也通常是两年期的案子 对那这两个也不妨并行 这两个是都都可以一起做的 但是重点都不是在这两年真的做出什么 而且这两年里面建立足够多的社会正当性 然后让不管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 我讲的是局处长啊 或者是中研院的一些老师们啊等等 会觉得说这个题目真的很值得做 那你到这边之后就没有你的事了 对而且听起来这也是你的愿望 对 其实今天就是来请你 因为他就是发了一个这个信 他就说想要那个 我说好啦那我们来看人家可以找谁 对 他就嗯他说他想要那个想要来听听政委 是是是是 对啦主要也是因为我不这样子听完 直到最后是要落实到群科的教材跟课纲里面 那那样的话社会正当性的重要性比立法还要重要 对立法还可以你知道人数优势压过去什么的 但是这些课纲比较难 嗯嗯嗯嗯嗯嗯嗯 因为我也不希望说他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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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一个想法或者是一想情愿 对的这件事情 而是我一直一直以来在国外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说挂爆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 嗯嗯嗯嗯嗯嗯 但是我们一直讲不出一个 到底我们的的DNA是我们的味道DNA是什么 那它就是要回到最重点這邊的 加佳在那个料理方式 对特殊的料理方式 对的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这才是我们的料理的词汇 嗯嗯嗯嗯ії嘛 因为我们只要从语言里面听到某一些词汇 因為我們會知道他是哪裡人 他跟我們的背景是不一樣的 或許他們都長得很像 我們都是亞洲人 但是他們會使用的詞彙是不一樣的 料理也是一樣 每一個菜系都很像 但是他都有勾芡的糖 他都有蛋花 但是他的組合方式還是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真的能夠 讓大家重視到我們自己料理的詞彙跟 identity 為什麼這個怪味只有四川有 為什麼公包只有四川有 那他的組合是什麼 從他什麼時候開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組合 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需要學的 然後這個想法最初是我在四川料理學院演講 有一次 然後四川料理學院是全中國最厲害的學院 然後他們在學二十四卫星 我覺得這個太厲害了 因為這就像在教演的基因一樣 原來你就是這二十四個東西所建構起來的 那這就是你的DNA 然後當你有這個DNA 你離開這個學校之後 你可以用任何代入任何東西 它就是一個公式 你可以代入任何的食材 任何的 但我發現 就是當我們在學要畢業之後 我們還是不懂 就說 那什麼是 還是牛肉麵嗎 還是滷肉飯 還是挖煎 還是 每個人都 都不清楚 所以 我一直就覺得 它是一件最 fundamental 的事情 它必須要 首先 被處理 但它花的時間 卻會是最多的 因為我們在 build up 我們在建立一個料理的詞 會從零開始 我想問的是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台灣微譜 這四個字 想像範圍太大 然後 我聽到一定會想要珍珠奶茶 但你已經解釋為什麼珍珠奶茶不在裡面 對 那當然可能因為它沒有百年歷史 但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把它叫做 我想像成 台菜微譜 會不會又太窄了 還是其實你現在想的那些 都還在台菜的範圍裡 你在跟著鄭偉 因為我一直在想 因為台灣現在就是說 至少在亞洲 或者被人家最以為稱道 就是台灣小吃 嗯 還有bubble tea 那如果我們衛星找得出來 然後我們找出十個衛星 那十個衛星 一定可以對應這些 大家最怕不得的小吃 對 我現在想到這個技術問題 就是跟著鄭偉的問題 對 就是說如果只是 focus 在所謂台菜 會不會太窄 會 會嗎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三杯 或是說講薑麻 對 或是說講紅糟 對 它也都被應用在不管是餐廳 或是說酒家菜 對 或者是小吃裡面 也有紅糟肉啊 也有薑母鴨 也有 可是台菜 這個沒有包含在台菜裡面 嗯 嗯 小吃當然太窄了 這個我同意 對 但台菜好像寬一點點 我不知道 我只是一個 對 感覺上它是一個 就一定比小吃寬 但是講台灣味 好像又太寬 但是台菜確實我也覺得 好像收到太窄了 嗯 所以光是這個 scope 也許也是一個 可以討論的一點 因為如果你是做先導計劃 我會建議你越窄越好 嗯 因為這樣子很容易做出成績 而且你要群眾外包的話 大家比較知道要看嘛 對 那但是到最後 如果要取得社會成績 當然越快越好 對 所以通常我們的做法 就是說有一個Umbrella 台灣味譜 對 但是你可能冒號 或者是一個Dash 然後說 欸那我們先來做 什麼什麼什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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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 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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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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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錯嗎 沒有 非常好 好 今天也先學到一課群眾外包 是啊 真的 就是你只要參與過 進了廚房 就不會想要那個菜炒焦掉 但是如果是在外面敲完的話 那焦掉就叫到我換一家 對 所以那個概念不一樣 嗯 所以群眾外包 因為飲食跟味覺跟情感 會有很深刻的連結 嗯 所以我覺得這種參與度越高的話 有這種加速記憶的話 我覺得會更能够trigger 一種在意這些事情 對啊對啊 而且如果你真的有一些 如果這部分會有 有一些初步的概念出來的話 我回家我也會想做三杯未來肉啊 紅燥未來肉啊 對 因為我現在的主要食材是未來肉嘛 所以我就什麼東西都可以丟進去做 那我就會覺得說 這是我自己做一些事情 好像有幫助 對 但是如果是沒有群眾外包的部分 傳遂研究案的話 那大部分的人會有點挑毛病 就他可能看到一些 我覺得不太對的用詞 什麼東西 那我挑毛病也是一種幫助 可是從倡議者的感受 就沒有那麼好 你如果有讓他就是自己稍微到菜 拍個照片 問一下這個家裡阿嬤還是外婆 他就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就比較不像挑毛病 就是我們口部的草變成火部的草 就是不是炒著油湯吃 是一起炒湯吃這樣 這樣會有一些比較正能量進來 對阿 對阿 不然大家除了就是一直挑毛病之外 也不知道要怎麼幫忙 嗯 是 那個剛剛鄭文 我們聽到他現在就是 大分是吃醋 跟無脊椎的 對阿 但是未來肉是蘇格 是主食這樣 對 沒有因此而傷害任何一個未來 嗯 OK 那今天就先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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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